加州的一項新提案將賦予員工在離開辦公室後 斷開與公司聯繫的權利 週一 來自舊金山的民主黨籍州眾議員楊池瑪 提出AB2751提案 要求雇主明確規定工作時間 讓員工在下班後有權忽略 來自雇主的電子郵件、電話和簡訊 從而保證他們有不受打擾的個人和家庭時間 楊池瑪在一份聲明中指出 現在的工作與生活界限已被智能手機模糊 如果沒有支付24小時的報酬 就不應該要求員工全天候待命 根據提案 除緊急情況或討論日程安排等例外 公共和私營雇主都必須為工作場所制定斷連權利政策 與雇主有談判協議的工會工人不再提案規定之列 勞工部將負責監督執行情況 被判定違規的公司至少處以100美元罰金 早在2017年 法國成為全球首個實行斷連權利政策的國家 阿根廷、愛爾蘭、墨西哥和西班牙 也效法了這一模式 目前 這項法案已提交給州眾議院勞工委員會 將在未來幾週內進行聽證 若通過 加州將成為美國第一個實施斷連權利法律的州 新唐人電視台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布宥22 Quan洛杉磯記者 封筆